我們一向小時候一歲的時候 其實因為打預防針的關係 就是造成高燒不退 所以聽力受損 但是你非常的努力 現在成為了就是很出色的演員 過去也成為很出色的模特兒 能不能幫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你一路走來你的心路歷程呢 我覺得我現在還在努力中 因為成功在我身上還看不到 因為它對我來講 它是必須的一個過程 那不管是否成為 主要成功這個東西 是當我得到了大家對我的認同的那時刻 那是我成功的時候 因為這個東西也許還要很長 但我不怕挫折 成功的背後 就經歷了很多不同的挫折 才會讓自己壯大起來 那這個就是我目前還在努力中 真的是好的演員 就是不斷地要去嘗試 不斷地在錯誤當中學習 是的 那甄寧這次也有在回光奏鳴群裡演出 也有跟張隆基導演的共犯 就是有合作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這兩個角色 它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我非常的幸運 因為去年我也參加了台北電影節 然後我的那部片甜蜜蜜 也是因為許照仁導演 入圍了國際青年導演 那其實他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其實這兩部片的導演都是因為看了甜蜜蜜之後 他們決定要找我 找你演出 繼續演出就是他們的電影 那我覺得回光的部分 有一個地方非常的可愛 就是因為甜蜜導演跟製片寶寶姐 他們跟許照仁是很好的朋友 那他們兩個因為 他們覺得因為要講義氣 要去看朋友的電影 所以他們去看了那部片 因為他們在選角的時候 其實就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就光是女主角陳湘琦 所以他們基本上在確定是陳湘琦之後 他們想不到到底要找誰來演女兒 因為他們希望我覺得 他是一個客串的部分 但是他是一個催化劑 他是要讓母親意識到他自身的存在 他到底為了什麼而存在 為了什麼而生活 是一個對照主 雖然只有兩場戲 但是我去到高雄和他們合作 然後待在那邊的時候 我都是覺得很開心 然後很享受在那個裡面這樣 其實也蠻關鍵的 其實那兩場戲 對女主角來說 這兩個電影其實都是一個 以一個催化劑的角色在 像共犯那個部分 他其實有兩個面向的 可以說是有兩個面向的詮釋 對於觀眾的解讀以及角色的部分 對 共犯的部分是因為 那個角色他讓整個故事 往一個反方向大力的推進 所以他是你沒有辦法預料的 預期的 對對對對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 請真林介紹共犯這個角色 其實他也把他就是處在一個 很忐忑不安的這個狀況底下 因為不能夠爆雷嘛 對 但是我覺得看了 共犯了片頭的人 基本上不會有人 不會有人想說 溫真林在哪裡 也不會有人覺得說 欸 我要看這部電影嗎 因為基本上我看了每一次的片頭 每一次我都會有點雞皮疙瘩 我不知道其他人啦 但是我會很想要看那部電影 就是看 光是看第一個鏡頭 就覺得說 我好想要知道 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看到就是採訪的時候 就是真林有說到 就是成為一個演員之後 你才感受到生活的溫度 我覺得不是溫度 應該不能用溫度來形容 我覺得很多時候在 16 17 18歲左右的年輕人 他們的表現的慾望 都會非常的強烈 所以以至於他們看不清楚 他們自己真正的樣子 或是他們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那些到底是他們真的要的 或是說 那是家庭賦予 他們必須要有的 還是社會給他們的責任 他們其實很不確定 那我覺得 我當時也是這個樣子 我其實根本不知道 我未來要做什麼 我很不確定所有的方向 我即便我很愛看書 我很喜歡表演 或是我喜歡什麼 但我完全不知道要朝什麼方向去前進 然後是一直到徐昭任的第一部 徐昭任導演他第一部那個 客家電視台的戲 我開始參與演出之後 我才找到了那個 我覺得不能稱之為溫度 應該是說是熱度 熱度 對 就是找到了自己 對於生命的熱度 就是找到自己可以 就是投身的一個行業 就是一個位置這樣子 那我還是想要請 就是兩位幫我特別講 就是回光奏鳴曲跟共犯 特別值得推薦的地方好不好 他基本上是一個 蠻特別的一個片子 他是在講一個 女生在 證明當中 達到自己的出口 那對於演進的一個 有相當的激烈的方式 去呈現出來 那他的除了畫面上的 藝術感覺 相當的好之外 也有同樣的有一個 真光的一個效果 你不妨可以嘗試看看 這部電影 他一定會帶來給我們 有一種啟發思考 這個過程 可以得下了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 自我的本情自己 為什麼在這個生命中 回光奏鳴曲的出口 到底意義是什麼 對 留下給觀眾 可以不斷地去思考 這個方面 我覺得還蠻有意義的 一部電影 回光奏鳴曲的英文片名 就叫做出口 Exit 其實是看完了以後 一定會 因為每個人都在生命當中 找自己的出口 看完了以後 一定會有自己的出口 自己的想法 真您覺得共犯 值得推薦的地方 我很喜歡這整個故事的原因 是因為他在探討一個自我認同 還有霸凌 還有你 他的畫面 跟整個故事的說法 基本上是 我覺得既往台灣的電影 沒有出現過的 那是真的非常 可以其實進戲院 跟大家一起去觀賞 這個東西 他是非常特別 他裡面有很多畫面 就是美到你會覺得 哇 就是在水底攝影 這應該是很少導演會 就是做到的事情 他的難度很高 他的重複性也非常的高 所以其實不管是 對於導演 工作人員以及演員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辛苦 就是要完成這部片子 是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 對 那就是以演員的角度來看的話 有沒有就是可以給大家一些的建議 成為一個好演員的重要的 就是你的基本功課 有哪些呢 一定要看很多不同的電影 看電影是我們當演員最基本的功課 對 那你看到了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對於電影的詳細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那就是一個月內我就看過了一百多部電影 一個月內 那個是最基本的 那我覺得還不夠好 不夠好 一定要看了破千部以上才叫真正的演員 好的 做足功課了 一定要的 真您覺得呢 好演員的基本條件 坦白說 我還不至於認為自己是一個 可以稱之為好演員 我覺得那是要很多時間去累積 跟我覺得每經過一段時間的歷程之後 我們就要有所成長 這是我期許我自己的是 我不應該要一直不停的重複 或是一直不停的在演戲 反倒是在我演戲停止的時候 我中間的那些時間 我要拿來做什麼 我要精進自己 我要學習更多東西 那是一個期許 對 就是所有人都要在無時無刻 不斷的進步跟學習 那這兩部國片 其實在今年秋天也會上映 就是如果大家很不幸 沒有買到台北電影節的票 沒有搶到票的話 也可以進戲院觀賞 那今天非常感謝兩位幫我們分享 這兩部精采的國片 謝謝你們 謝謝